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泽民 曾庆红把周永康当成黑老大卖 周永康是替他们卖命的 但是他把周永康当成最大的黑老板卖出去挡住自己 对吧 对夏而言那周永康是黑老板 这是没错了 对尚而言他上的还有大老板 就是江泽民 曾庆红 所以作为他们曾庆红江泽民来讲 作为自保 今天他们当初忽视了一点 政法委被砍掉之后 江泽民自己 曾庆红自己已经没有实力去抵抗了 他真正的实力是在原来的政法委系统 去年的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陶哥说的 这个周永康死定了 那个时候 整个政法委系统依然保持着非常强悍 才会出现十八大使 那江泽民得势 也正是在当时是因为胡锦涛跟温家宝主政 形成了整个当时的场面 而今天已经今非昔比了 完全不是 所以当初江泽民卖掉周永康 他可以保存完整的实力 但是今天卖掉周永康 他只能以全身心的去拥抱习大大 全都反的 所以我自己看呢 可能很快呢会出现一个结果 但结果在哪呢 我们说不好 那香港东方日报 昨天啊 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周永康策划习近平刚露面 即爆大型示威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黑幕越接越多 那海外媒体再次爆料说 去年9月中南海危机四伏 周永康曾经秘密策划 918全国反人示威 将反人示威演变成一场反政府运动 让习近平无法在中共十八大上顺利接班 本报查证发现 去年918全国百座城市爆发历史 最大规模的反人示威 曾一度失控 最终当局调动近百万军警 包括解放军战车 住进各地 才使事情平息 化解政局和社会动荡危机 而周永康当月即离开中央权力核心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当时最要命的一坑截 其实不光是这个冲着日本 同时冲着美国而去 大家记得一百多人 跑到美国领馆 正好堵了美国国防部长 坐车 然后砸砸那车 那天下就天意 偏偏爱卫卫在那个对面楼上 你说天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吗 爱卫卫就偏偏那个时候 看见楼下发生的事情 就给拍了一段视频 而这段视频放到了YouTube上 就再也没下文了 对吧 一百多人没被抓 砸车的人也没被抓 梁振英执行曾庆红的命令 让保钓船登上钓鱼岛 然后先用爱国主义 打碎整个当时的网络上有关 直接揭示江泽民曾庆红 曾武康活摘器官的事 文章呢又引述了海外习惯性爆料网站的说法 说郑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政法委书记后成为全国黑帮组织的最大保护伞 那你江泽民就得负有绝对责任 曾庆红负有绝对责任 是你让他当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说法 承认你江泽民跟曾庆红是最大的黑帮的保护者 以国家的名义 以共产党的名义 以整个维稳的名义 以爱国的名义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有时候自个儿保护自个儿意气 已经就变成了缺心眼 那如果这么人家都这么说了 你作为习近平也好 李克强也好 王岐山也好 你就只能全力干掉他 你没有别的出路 全力干掉江泽民 文章还讲去年全国反人示威期间 各地都有黑手介入 意图咬乱内政外交 阻止中共十八大顺利召开 种种迹象表明 政法委系统的警员维稳警官 都参与了打砸墙等等活动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作为上海这个香港的保调船 歇子拉屎独一回独一份的 就那一年出去了 去保调去了 就登城了 那些保调人士 那些爱国人士 被人家当枪使来 你别不高兴 真的 自己的一片爱国之情 一片好意 被中邪恶势力当枪使了 那你今年又出去了 他让你去吗 他不让你去嘞 对不对 去年啥都没出声就去嘞 就登了艇嘞 凤凰卫视就上去嘞 带着带着记者 对吧 所以这整个是原来的 曾庆红江泽民的系统 跟习近平的系统之间 发生你死我活的打斗 现在再报这样的事情 再被媒体这样的事情 把整个内容全压在 周永康身上 这就是我说了 江泽民 你一定 习近平一定要让江泽民死定了 没别的路 没路可走 与此同时 星期日披露出另外一个说法 报道 这是放料了 放料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周永康是黑社会组织的教父 多年来黑社会和公安的关系密切 消息人士讲 周永康收受黑社会组织的贿赂 对他们提供保护 就像多个黑社会组织的教父一样 周永康在座辽和油田管理局主管时 他就相当于那里的黑社会头子 在辽和辽宁 其他等石油所在地的城市 当地黑社会的主要业务 是从石油管道偷窃石油 然后出售 他们被称为油耗子 周永康坚守制造纵容油耗子 倒油捞钱 然后他每到一处 把黑社会扩大到一处 在四川 他将黑社会老大刘汉 成为他的追随者 他成为了省委书记 那是成为实际的黑社会的黑老大 他不是老大 他要是老大 他用人家给他往上提拔当官吗 他在辽和油田做主管时 就是黑社会老大了 一直往上提 他越做老大越有人提他 那才是老大 那是老大他爹 黑社会老大 他爹是江泽民 曾庆红啊 他是做黑老大一路提 你这么去爆料的话 就变成了我刚才说的 你不就得想做死周永康 完全给他压成肉饼 给他撕碎了 没问题 他就是罪该万死 但是他罪该万死 不代表用他的罪该万死 去顶掉江泽民 曾庆红的罪该万死 那哪和哪的 但是反映出来了呢 整个江泽棒棒棒大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现实的今天的最上层的人 你必须动手做 我个人的看法只是说 看你能到什么份上 金胖三金三可以干掉他的辜负 今天江泽民 曾庆红在坐手当中 一个一个干掉自己手下 为了保掉自己 一样 你今天上层的人不干掉他 他会想尽 竭尽他最后的一力 要置你于死地 至今天中共上层 实权人物于死地 因为 在江泽民 曾庆红的眼睛里 很清楚就像石头说的 开了闸受不了了 他今天只是在逃 要缓过这一闸 但是他心里永远知道 你今天上层的人 会永远找机会致死他们 与其他们被致死 他们先致死你们 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谁也不会饶谁的 所以这是我说 江泽民死定了 你不让他死 他一定让你死 这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那有关中共的本质本身呢 其实我跟大家说过 就是党最怕什么呢 其实他就对 反对的就能对应过来 美国之音呢 有篇报道 他报道比较直接 他直接这么说的 台湾法轮功的代表讲 中共欺骗马英九政府 那文章讲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 法轮功代表期许台湾政府 能够认清中共的人权状况 那讲这番话的人 是台湾的法轮功发言人 朱婉琪律师 在台湾立法会的听证会上说的 他讲我们很清楚 台湾政府目前的执政党政府 希望走向统一 但打从内心并不相信中共 我们从中共本身得到消息知道 中共是欺骗国民党政府说 中共已经不同了 跟以前不一样 来安抚国民党 希望国民党政府 在统一的前提下 接受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在此 把这件事情揭示出来 那他就提到良心犯呢 提到一连串的这样的故事 其实我自己看过来 我觉得挺简单的 从毛泽东开始往后走 走过这六十多年 所有老百姓 就是在这个体制之下 苟且偷生 或者说自己的利益 无力抗争中共本身的 各位纽红国大体委员 就会说共产党会变 会好的 会好的 所以我就 我为什么说苟且偷生呢 他爷爷被斗的时候 就说共产党会好 一直到他被整的时候 他还说共产党最好 而共产 替共产党维护的人 也是用这样的说法 维护下来的 说换个人就好 换个人就好 我跟大家说的挺简单的 挺好的人 一戴上共产党的灰 他就变成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人人如此 这是我跟大家形容说 共产党就像魔鬼一样 他会附在人身上 人性的一面 就自然会被扼杀 谁对他想抱有希望 你一定有自己的私心与利益 魔鬼害人的时候 就是利用人的私心与利益 而被魔鬼摧毁的 是做人的道义 这就是换个角度说 拒绝中共本身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